歡迎來到藍絲更新爆 哈囉,你好,我是萊絲 PTR今天凌晨上了新的英雄平衡 同時也更新了威尼斯地圖 里亞爾托 首先最重要是半仗更新上線 雖然這不像是新美塔改版一樣改那麼大 但是改動的幅度也可以算得上是2.0版本 這次動到的英雄有炸彈鼠、閃光、原石和半仗 還有露西歐 炸彈鼠有兩條改動,兩條都是微削弱 首先他的投射物大小從0.3降低到0.2 而地獄飛輪的移動速度從13降低到12 兩條看起來都還好,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雖然說投射物這樣算降低了1.3 但是炸彈鼠本身就是不太吃精準的角色 地獄飛輪的速度也不是炸到人的關鍵 就是現在地獄飛輪比較容易被打中了一點 然後是露西歐的改動 現在露西歐在過牆邊的時候 不用跳躍也可以直接換牆面 以前是只有內角度的牆面會自動滑過去 現在如果牆面角度是外角也會自動換面 同時露西歐現在在同一個牆面可以二跳 而且露西歐的右鍵推人現在不消耗彈藥 目前三項改動對露西歐來說應該都是強化 讓露西歐的機動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操作難度也降低許多,玩起來會愉快一點 接著是鬥陣親兒子親女兒系列 早就該改的原式招架終於被動到了 招架反擊的大小更符合實際動畫 從鬥陣剛出就被拴原式的招架範圍 跟萊茵哈特的盾一樣大張 現在終於改了 而閃光的脈衝炸彈傷害從400降低到300 基本上不影響閃光的角色定位 會被影響的也只有坦克型的角色 以及原本就是250滴血 但是被護甲或護盾堆上去到325的英雄 個人感覺影響不太大 最後是伴仗的改動 伴仗的分裂劍被拿掉了 變成冷卻8秒6發充能的暴風劍 要最後一發射完才會開始跑冷卻的時間 每發傷害80點有爆頭判定 傷害是160 原始的左劍拉滿是125 然後暴風劍的拋射速度和下墜都和拉滿攻一樣 但是現在所有的箭矢射速從85提高到100 射速會有些微的影響中長距離的拋物線下作 可能會需要稍微重新習慣一下 如果在使用暴風劍的引導時間內 沒有把暴風劍射完 剩下的箭矢會被系統吃掉 然後開始跑冷卻的時間 陰波劍的影響範圍從10公尺降低到7公尺 持續時間從10秒降低到6秒 但是冷卻時間從20秒降低到12秒 這個個人認為對於團隊和伴仗來說都是強化 真的用不到那麼大的範圍和持續時間 如果減少持續時間和效果範圍 但是換來的是降低冷卻 我是覺得滿划算的 另外伴仗多了一個空中的位移技能 只要伴仗不在陸地上的時候按下空白鍵 會朝著面向方向做一個短距離的空中位移 不過如果你有持續壓著方向鍵 他會依照方向鍵的方向移動 例如說你跳躍之後轉向過轉角他會往轉角方向移動 但是如果你是往後跳 雖然你是看前面 系統會自動幫你往後面dash一次 這樣講好像很繞舌 就你有給方向的話 他就是跳你給的方向 沒有給方向就是用你面向的方向 這樣講比較簡單一點 新地圖黎阿爾托也是在這次改版就會跟著上線 這是一張護送地圖 在制裁行動的時候應該大致上都玩過 但是正式版本的地圖跟制裁行動會有些微不一樣 另外除了綠洲城會有車子以外 在利阿爾托現在可以看到海上浮空艇 雖然有自卸在划船 但是實際上船本身就有引擎 沒有行駛中的船 甚至根本就浮空在海面上 好啦 這次簡單的更新報告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like 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評論介紹和垃圾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接受通知 這樣我新的影片就會通知你 我是萊斯 謝謝大家大家掰掰